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和广大台商 日前在台湾联合报头版署名刊登广告 痛批民进党再弄恶法 民心不宁 广告指出 所谓反渗透法 再次让广大台商台胞义愤填膺 质问绿色恐怖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如何让广大台商安心回家 台湾中国时报旺报 日前在台北举办针对所谓反渗透法的座谈会 台法务部门前负责人罗英雪在会上指出 所谓反渗透法定义模糊 若该法案通过 台湾民众即使与大陆开展单纯学术交流 公益活动都可能被罚 且牵涉一般人 不止株连九族还滥杀无辜 比白色恐怖还恐怖 罗英雪日前再度投书中国时报 称所谓反渗透法 是蔡当局内部事务不休 外部事务连败 弊案频传 选情不稳 情急之下的疯狂产物 民进党当局已多次预告 称将在台立法机构本届会期的最后时间 三度通过所谓反渗透法 引来舆论踏罚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21号表示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当天也表示 所谓反渗透法 只想限制两岸人民交流 交往 制造绿色恐怖的氛围 影响两岸交流 也制造民众心中的恐惧 台湾民众党主席克文哲评估 蔡当局执意推行所谓反渗透法 可能将起到反效果 我看大概长三角地区 大概就有70万台以上 有时候定出法律想要做什么运用 所以常常会变成反效果 齐民党2020选举候选人宋楚瑜 则奉劝蔡当局应当遵从民意 现在蔡政府已经进入看守阶段 重大的人事跟重大的政策 应该尊重新的民意来做最后的决定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名誉教授邱昆璇 日前投书岛内媒体表示 民进党要强行在年底前 通过所谓反渗透法 就是一切以有利于选举为首要考量 他指出 民进党在这次选举的操作 是伤害民主与撕裂社会的 最鲜明的例证